今天準備要開始,要延續上禮拜繼續講訊號處理的部分 上禮拜我們稍微跟各位提了一下著名的Fluet Transpone 我們說它是一個時域的訊號和頻率的訊號之間的一個轉換 藉由這個簡單的數學式子,我們可以把一個時間的訊號轉換過後 獲得它在頻率上的一個分佈 這個運算式除了是時域到頻率以外,也有一個反運算 我們把它叫Inverse Fluet Transpone,這個地方就用F sub 右上角的一個-1來表示,代表這個運算是可以做逆性的運算 所以它會有這樣1對1的一個對應的關係 換句話就是說,我只要知道這個訊號的其中一個 在其中一個domain上面的分佈的話 我馬上就可以知道它另外一方面的對應了 這個部分其實在訊號處理裡面蠻常用的 因為我們發現有些訊號處理的技巧 除了在時域上面可以使用以外 在頻率上面來使用,搞不好效果會更好 就如同我們的生理訊號也常用到這個特性 因為我們知道不同頻率成分的這些生理訊號 它代表意義可能會有點不一樣 舉個例子來說,就像我們之前一開始有講過的腦電圖一樣 我們說腦電圖不同頻率成分的話 它代表背後的意義有一點點不同 所以如果經過了 Fourier transform以後 你就可以快速的去了解在各個頻率上面的 energy 大概是怎麼樣的 能量分佈大概是怎麼樣的 你就知道說現在你的腦波呈現反映出的一個形態 大致上的一個分類大概是屬於哪一邊 OK,那我們上次講的是一個概念 所以你看到的都是一個 continuous time Fourier transform 也就是在這裡面我們所揭露的這些訊號 不管是時域上面的訊號或頻率上面的訊號來講 它都是一個連續訊號 我們說它是一個連續函數 continuous function 但是遇到了我們現在實際要去處理問題的時候 問題跑出來了 我們之前在講訊號處理的這個模型的時候 我們說生理訊號絕大部分都是連續訊號沒有錯 都是continuous 都是analog 都有這樣子的特性 可是我們要處理它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把它處理進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處理的其實是一個數位的系統 對不對,所以我們其實都是運用到取樣過後的訊號 把它從analog signal轉換成digital signal以後 你才有辦法真的去處理它 我們沒有辦法去對一個理論上我們的數位系統 沒有辦法對一個類比的訊號來做運算 我們先要做數位化的動作 數位化的動作 那數位化的動作代表現在的xt x of t 它不再是一個analog的東西了 它變成是一個離散的東西 我們把它叫做discreet time Fourier transform 好,那要怎麼樣去應付這個離散性的時間上的訊號呢 OK,現在的x呢 小寫的x不再是一個continuous function 它現在變成是一個discreet function 那怎麼辦呢 其實就是把這個地方非常類似的方式把它帶進去 只是呢,原本是x of t 現在變成是x of n了 然後我們知道這是離散的點 所以呢,用積分來計算的話會有一點問題 OK,倒不如用summation來取代積分 那可是這兩個其實在數學上面符號是不一樣 但是概念上是一樣的 concept它都是一個總計的一個概念 所以一樣是把這個discreet function x 去乘上一個我們說像運算員這樣子的東西 free transform的一個運算員的東西 然後呢,再把它全部通通summation起來 好,那各位注意一下這個運算員 右上角這個地方我們使用的notation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使用的這些變數有點不太一樣 原本是omega,小寫的omega和t 在右邊這個地方的話呢 在右邊這個地方的話,變成是大寫的omega和n n的話呢,就是現在discreet的time signal的一個函數 那大寫的這個omega,這個看起來倒過來的這個 這個u呢,它其實是omega 它也是大寫的omega 它也是念作omega 它在這個地方呢,就表示了discreet line Fourier transform的一個頻率上面的這個變數 OK,所以其實只是名稱上的轉換而已 概念上是一樣的 不過到目前為止我想問 其實到這個地方我想先問一個問題 以這個free transform來講 右上角這個free transform來講 它是一個discreet的一個free transform discreet time free transform 所以呢,x的這個部分 小寫的x的部分 它是一個離散的函數 但是經過這個計算以後 請問一下大寫的x 也就是它的相對應的頻譜 請問一下它是一個離散的頻譜 還是一個連續性的頻譜 它是continuous還是discreet 兩種答案而已嘛,對不對 你覺得它是continuous 請舉手一下 覺得它是discreet 請舉手一下 都沒有 還有第三種特性嗎 OK,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其實可以從下面這個公式 偷看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答案是什麼了 如果下面那個大寫的x 是一個discreet function的話 它就不會用积分的符號來寫了 換句話說呢 你在做這個運算的時候呢 唯有你真的只是把這個x 抽換變成一個discreet signal discreet function而已 後面這個omega其實只是代數的轉換 它並沒有對它做特別的定義 OK,它代表的意思也是平譜裡面的訊號 這樣子而已 平譜裡面的這個函數 所以一樣的你可以根據你今天想要知道的這個平譜成分 代入以後呢 你就可以知道它所對應的值是多少了 它並沒有規定它必須一定要在discreet value上面 然後就要說呢 這個大寫的頻率呢 它其實不一定是一個discreet spectrum OK 所以呢 它在下面這個地方做inverse的計算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跟這邊其實幾乎一模一樣 差別在什麼地方而已 一樣是積分嘛對不對 一樣是乘上exponential j omega n嘛 原本是t現在變成n 差別在什麼地方 差別在於原本的積分是無線範圍的積分 這邊的積分是有線範圍的 通常它只會積2π一個範圍而已 為什麼 為什麼它現在只積2π 只積從-π到π 有時候你可能會看到0到2π 又有這種寫法 總之它的範圍只剩下2π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這樣子的計算裡面 你會發現 discreet time free transform 所得到的頻譜 永遠都會是一個周期性的頻譜 它的頻譜其實都是一支周期性的 它的周期是多少呢 就是2π ok 所以其實我們在計算 這個inverse free transform的時候 inverse discreet time free transform的時候 你的積分範圍只要一個2π就好了 為什麼它的積分 sorry 為什麼它的頻譜的那個 具有periodic 也就是周期性的這樣子的一個特性呢 其實要看它有沒有周期性 我們可以用非常簡單的一個式子 來做一下驗證 既然我知道現在它的周期是2π的話呢 那我怎麼樣證實這件事情 有點像是怎樣去驗證這個特性呢 很簡單就是你可以 針對這一個頻譜上的訊號呢 針對這一個頻譜上的訊號呢 你去看一下 它會等於什麼東西 這個是什麼 xω的話是原本的訊號嘛對不對 這個的話就是xω加上2πk k代表是任何的整數 正整數負整數都可以 只要任何整數都可以 那換句話說它在2π的整數倍以外的位置 它的訊號如果我們能夠證明 它跟原本的訊號一模一樣的話 那換句話說其實它就是一個periodic signal 它是一個periodic function對不對 具有周期性的這個函數 好啦那很簡單嘛 我們就把它帶進去就可以了 我們看一下右上角那個公式 你把它帶進去 會變成什麼呢 範圍我們不寫了齁 那個n的範圍我們不寫了 exponential-jω 原本是ω而已 現在稍微換一下 變成這樣子 對不對 其實你只要換這個部分而已嘛 對不對 那指數的部分我們再把它拆出來 稍微簡單的 改寫一下它的形式 前面第一個turn出來變這樣子 後面那個turn呢 用另外一個exponential來代替 我們用另外一個exponential來代替 它會變成是j2πkn 好啦那我們看一下後面這個turn 我們剛剛說k的條件是什麼 整數嘛對不對 n的條件是什麼 也是整數啊 對不對 x of n是一個 x of n是一個 discrete function嘛 對不對 所以小寫的n也是整數嘛 整數乘上整數再乘上2π 換句話說這一個 相角是不是2π的整數倍 當你的相角是2π整數倍的時候 告訴你一件事情是什麼 它就等於跟0度一模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值是什麼 其實就等於1嘛 永遠等於1 這邊永遠等於1之後 你就看到剩下這個是什麼 不就是原本的 原本的x of omega 原本平譜的訊號 所以很簡單吧 它們就是一個周期性的函數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很簡單的看得出來 所以你看到的一個特性 隱身的特性是什麼呢 當時間的訊號 是離散的時候 它所對應的頻譜 是怎樣 是具有周期性的 向上的鍵號 我太早化了一點點 我現在應該才要來說明才對 那根據 Fluorated transform的特性 你從這個地方 時域做了Fluorated transform之後 你可以得到下面的頻譜嘛 對不對 換言之 你對這個做inverse Fluorated transform 你也會得到上面的時域 所以其實periodic 你對一個periodic的signal 做了Fluorated transform 你也會獲得一個 discrete的function 這是它在時域和頻域上面 兩個fluorated transform 這個domain上面的 一個對應的特性 這個特性我們等一下還會用到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特性 所以請大家稍微記一下 所以我們才說 這個在剛剛的這個inverse的計算 因為它是一個周期性的東西 那你這邊積分的範圍 其實只有G2π就可以了 OK 就可以表達它的一個特性 好 但是呢 這樣子的結果也造成了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呢 你把一個discrete time signal 做了Fluorated transform以後 discrete time free transform以後 你得到的是一個連續的頻譜 請問一下數位系統裡面 有辦法記錄一個連續的頻譜嗎 你算出來但是你記得進去嗎 你存得進去嗎 不行啊 因為它還是一個類比訊號 所以這個其實並不是真的完全體 不是數位化的完全體 OK也就是說我們真正在數位系統裡面 真正在你的電腦裡面所執行的 所謂的Fluorated transform 並不是Continuous time Fluorated transform 也不是Discrete time Fluorated transform OK 它必須是一個Fluorated transform 而且它必須要滿足在兩個Domain上面 同時都是Discrete function 這樣子的一個特徵 你才有辦法在你的電腦上面使用 可以齁 所以換句話說 你需要稍微再改良一下下 怎麼改良 你怎麼要讓兩個Domain的訊號 通通都是Discrete呢 其實就是這一個 我們留下來的這個關係式 我們剛剛說Discrete 所對應的就是Periodic 對不對 所以剛剛是時間上面是Discrete 頻譜上面是具有周期性 那我現在要兩個都Discrete怎麼辦 很簡單啊 你就讓你的時間不但是Discrete 而且是具有周期性 你讓它也是Periodic 或者是換另外一種講法 有限長度 所以呢 在這樣子的條件之下 也就是我們的 時域跟頻率的訊號呢 都是Discrete function 而且是有限點數或有限寬度 這樣子的條件之下呢 所設計出來的Fluetransform 我們就把它叫做DiscreteFluetransform 這個跟剛剛只有差一個time而已喔 但是它們是不一樣的東西喔 在DiscreteFluetransform裡面 表示了在不管是在頻譜 或是那個時域上面的訊號 都是屬於離散的一個訊號 OK 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 就長得像這個樣子 頭影片上面寫的這樣子 看起來很複雜對不對 其實一點都不 為什麼呢 因為它只是把原本的大寫Omega 再做一點點轉換而已 怎麼說 我們剛剛的大寫Omega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它把它換成什麼的 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個指數的部分 OK 這邊是J乘上K 然後再括號2π 除以大N 再乘上小N 負J剛剛有嘛 N後面也有嘛 對不對 剛剛也有 都看一下 負J N都有 差別在什麼地方 它把原本的大寫Omega 用中間這個部分給取代了 好 我把這個稍微提出來一下 寫在最下面這個小寫的公式 小小這個公式的地方 它把原本的大寫Omega 用這個東西來取代了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把你平譜的範圍 原本2π的範圍 平分成N等分 平分成大N個等分以後的DK個點 K等於0到N-1 換句話說 剛剛我們不是講 平譜是一個 在Discrete Time Fluorations Phone的時候 平譜是一個Continuous Spectrum 對不對 它是一個連續的平譜 那現在在Discrete Fluorations Phone裡面 它只是把這個連續的平譜 在2π的範圍裡面 切成大N個等分 只有在這大N個等分上面 我才有對應的Value 這其實就是把它做離散化的動作 對不對 那K代表就是它的index 從0到大N-1 因為這樣total加起來 才會有大N個點 所以我們就知道了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的Discrete Time Fluorations Phone 所以你在積分的時候 在summation的時候 其實你都只要對有限個點 來去做summation的訊號就好了 因為它們 你可以把它看成都是有限寬度 或者是一個 它都是一個從 在透廣到Continuous Fluorations Phone的計算上面 它們其實都是一個 周期性的訊號這樣子 OK 周期性的概念這樣子 那其實就是有限寬度 OK 所以在反向的計算上面 因為現在的Spectrum已經是Discrete Signal 對不對 所以呢 現在不再使用積分的符號 而是使用summation 那summation的點數呢 一樣是N個點 請注意一下 在Discrete Fluorations Phone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 時域跟頻域呢 它們的點數是一樣的 都是大N點 你時域上面取樣幾點 你在頻域上面也可以拿到幾點的訊號 它們兩個是equivalent OK 那計算上面呢 其實也是非常類似 就把當中的大寫的Omega 轉換成這個地方而已 OK 那前面的符號不見 現在變成正符號 你就可以得到時間的一個訊號了 OK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那我相信各位都有學過 都有上過信號系統的課 絕大部分的同學 如果你有上過信號系統的課的話 你就會知道 其實我剛剛講的東西 其實在你的訊號系統裡面多半會有點提到 只是提到的順序可能不太一樣 不過不管怎麼樣子 我們根據這個時域或者是頻域 它的這個訊號的特性 Continuous or Discrete 這兩者的特性呢 其實我們可以找出 你看 時域可以是Continuous or Discrete 頻埔也可以是Continuous or Discrete 兩兩個搭配組合其實會有四種關係 各位知道我在講什麼 比如說Continuous Fourier Transform 它所聯繫的關係就是Continuous Time Domain Signal 以及Continuous Spectral Domain Signal 這兩者 當兩者都是Continuous的時候 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叫Continuous Fourier Transform 對不對 時間如果是Discrete 頻埔是Continuous的時候 就會是Discrete Time Fourier Transform 同理 兩個都是Discrete的時候 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叫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我為什麼要唸那麼多呢 我為什麼要唸那麼多呢 是要請各位去講一下 我還少唸了哪一個 我到目前為止少講哪一個 時間是Continuous 頻埔是Discrete 頻埔是Discrete 描述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是我們把它叫什麼 還記得嗎 Freer Series 應該有學過這個吧 有聽過這個名詞嗎 對不對 有興趣的話我去看一下 我們說Freer Series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今天的 10域的訊號是一個 是一個週期性訊號的時候 我在頻埔上面 一定可以找出有限的點數來表示它 這是Freer Series OK 它就是補足了我們到目前為止 唯一沒有講的那個部分 只是在我們的脈絡裡面 我們不去提它這樣子而已 OK 所以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回去回顧一下 好 所以呢 在實際上面來說呢 你在電腦裡面 或者是數位系統裡面 你要對於這個 生理訊號進行處理的時候 其實你都會先做 Sampling過程 把它做Discrete Signal 然後呢 再做Discrete Fourier Transpone 你可以得到一個Discrete Spectrum 然後呢 在這個時域和頻域的訊號裡面 看你要去怎麼處理它 這就是我們的數位訊號處理 好 那 所以我們馬上來看一個例子 比如說 左邊這個圖形呢 各位 字有點小 不過你們大概也看到 它其實是一個血壓波函數 或是血壓波的波形 OK 它是隨著血壓波隨著時間的變化 這個血壓是在哪裡量到血壓呢 是在動脈裡面所量到的血壓 Altic pressure 這一個是應該是在一個 非常小的幼兒 它的動脈裡面所量到的血壓變化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血壓其實會隨著時間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它這邊的縱軸的單位 是millimeter拱柱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會隨著時間有起伏呢 這個很合理嘛 因為我們才學過心臟的跳動而已 心臟會收縮跟舒張嘛對不對 所以心臟收縮的時候 把血液擠出來 這個時候血壓會比較高 反之收縮的時候呢 壓力就會掉下去 所以它其實血壓呢 在根據時間是做一個起起伏伏 這樣子的變化 它的周期大約 就跟我們心跳的周期是相等的 以這個小孩子來說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橫軸的單位是時間 在這麼長的時間 這邊橫軸總共紀錄5秒鐘的時間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 進行的大概是12個周期 Roughly OK 5秒鐘12個周期 那代表它的頻率約略是2.4Hz 這跟正常人比起來怎麼樣 其實是蠻快的喔 OK 正常人的周期大概是多少 正常人的心跳的周期大概是多少 正常人的周期大概是多少 接近1秒鐘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說我們每分鐘心跳 約略是在70下左右 所以除法除一下60秒除以70下 大概是在八九百個millisecond OK 或者是頻率來講的話 每秒鐘會跳1次到1.2次 類似像這樣子的range 可是小孩子的那個 幼兒的心跳的速率是比大人要快很多的 可能會到接近到兩倍 他們每分鐘是會跳100多下這樣子的scale 所以這個還算是正常的一個頻率 還算是正常的一個頻率 好 那所以呢 這個地方 左邊這個訊號呢 它其實就是根據的不同的時間所記錄下來的結果 它把它連成一個連續的函數 但其實並不代表它是一個continuous signal 它其實只是sampling frequency比較高一點 取樣點的間隔 取樣時間比較小一點 所以你看起來好像是連續的而已 好 實際上它是由一個一個獨立的連 再把這個函數給連起來的結果 好 那有了這個圖形之後呢 如果我想要去知道它在頻譜上面的分佈的話呢 我就可以套用剛剛的fluorations form Descript Fluorations form 最後講的那一個 然後呢 就去得到右邊這個所謂的spectrum 頻譜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它在不同頻率上面的分佈是怎麼樣子的 不過當你得到這個頻譜的時候 我不知道到目前為止 各位有沒有覺得有一點問題的地方 在剛剛的Descript Fluorations form裡面呢 你不管在實域或頻率上面 它的點數其實都是不代單位的 也就是它的n 小n 我們說小n的話是從0123一直到大n-1嘛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有單位的話也叫做點數 它沒有跟時間上面的單位 或是頻譜上面的單位扯上關係 連帶上關係 所以換句話說呢 你今天計算的頻譜完以後呢 你也只知道說在這一連串的點裡面 它的強度的分佈是怎麼樣子 我們可以用畫圖的方式像這樣子把它畫出來 我們可以用畫圖的方式像這樣子把它畫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橫軸上面來講的話 那我要講的問題是什麼呢 那我要講的問題是什麼呢 那我怎麼知道這些 這些第0點、第10點、第10點、20點等等的 它對應到實際的頻率到底是多少呢 比如說 它這個地方我們看到很多起起伏伏嘛 那在低頻的地方有一個主要的peak 在這個地方 這個圖的地方告訴我們講說它是hard rate 心率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真的是hard rate 或者是我怎麼知道它現在的hard rate到底是多少 它跟點數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這邊大約略大概是在第11點或第12點的時候有最大值嘛 這邊大概就是第11點這邊大概就是第12點 沒錯吧 那第11點和第22點那所代表的頻率到底是什麼呢 有人可以表達一下你的看法嗎 不然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左邊這張圖好不好 左邊這張圖是時間的訊號記錄結構嘛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說過了時間上面也是一個discreet signal 所以呢 它其實以時間上面的n來講的話也是沒有單位的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現在的橫軸是有單位的 我為什麼現在的橫軸不再是點數而是時間啊 我們剛剛不是才說過那個discreet version form裡面的x 不管是它是在時間或者是頻補上面它都是點數嗎 對不對那個n都是點數嗎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有時間 是因為你知道sampling interval是多少 你隔多久的時間做一次取樣 sampling time是多少你知道嗎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點數跟時間跟真正的時間給搭上線 所以換句話說你要怎麼樣知道右邊這個地方 每一個interval到底是多少時間呢 你也必須藉由sampling frequency來幫助你知道這個東西 你要跟實際的頻率搭上線的話 你就必須要靠sampling frequency 或者是sampling time 你必須要知道這個關係是你才有辦法去把它搭上線 好 那問題回來了 如果我們現在有這個影子了嘛對不對 我們必須要知道這個sampling frequency 你才知道這個地方是多少 不過怎麼辦 這邊左邊又沒有告訴你sampling frequency是多少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低一點所代表的頻率是多少 我怎麼知道那個低一點所代表的頻率就是 其實簡單來講是delta f 那邊每一個點它所代表的delta f 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時候我們就回來想一下 如果當右邊那個 當它m小m等於0的時候 它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頻率等於0嘛對不對 這時候不管有沒有單位都一樣 頻率等於0的意思就是dc的term 直流的成分 左邊這張圖裡面 十遍訊號裡面直流的成分 也就是不會隨著時間變化的成分 對不對 那當右邊這張圖裡面 m等於m等於1所對應的這一個component 它所代表的時間上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你在free rate transform裡面 你能夠記錄下來的頻率最低的那個component 沒錯吧 在你現在的descrete free rate transform裡面 你能夠記錄下來頻率最低的那個值 其實就是delta f 也就是m等於1所對應的那一個正旋坡嘛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那個正旋坡在你左邊這個 時間的範圍裡面長的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我們剛剛說m等於0的話 它所代表的是直流成分 也就是隨著時間並不會改變 那m等於1呢 m等於0的話是直流的成分 對不對 那m等於1是什麼 其實就是在這一個時間的範圍裡面 剛好變化一個週期嘛 對不對 為什麼要講這個 以這個case來講 你知不知道一個週期是多長 當然知道啊 為什麼 因為在10域的這個訊號裡面 很走給你的嘛 對不對 所以它一個週期是多長 5秒鐘 很好 那也就是說 這個週期的所對應的頻率 就相當於m等於1 它所對應的頻率成分 也就相當於delta f 頻率頻譜上面取樣的間隔了 可以嗎 最簡單的想法就是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case裡面會是多少 ok 我們來驗證一下對不對 好不好 我們剛剛說 heart rate那一個component 約略對應在m等於小m等於11到12的位置 也就是說呢 如果delta f等於0.2hz的話 小m等於11.12所對應到的頻譜大小大概是 乘上去而已嘛 2.2到2.4hz 好回來 我們剛剛單純使用11的訊號 是不是有計算出一個頻率給各位看 那個頻率等於多少 2.4啊 為什麼 5秒鐘之內 roughly是12個週期嘛 所以是不是全部的數字都兜上來了 代表我們剛剛的推測其實是正確的 因為我分別用 左邊還有右邊各算一次 heart rate的頻率給各位看 對不對 它從左邊還有右邊所推出來的結果 會是完全一模一樣 雖然備註一點 這個地方呢 它的橫軸的範圍是80 m等於80點 但是在這個地方80點並不代表是 應該說它並不代表大N的值 也就是不是代表它所有頻譜的成分 因為通常來講 越高頻的地方它的頻譜對應成分 是會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 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我們會把後面很高頻的地方 給discard掉 給去掉 以便專門去顯示 那個低頻的成分的一個變化 因為通常來說 它會帶有比較多的一些生理的資訊 好 那這個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當然還要看一下其他的地方 你會發現右邊頻譜分析裡邊 除了Hard rate那個pick以外呢 它還有其他的 包含了更低頻的部分 有一個 inspiration inspiration是什麼 呼吸 它可以看出一個呼吸的頻率 這個訊號 血壓波的訊號不是嗎 它跟呼吸的訊號有什麼關係啊 請各位注意看一下喔 我們剛剛說血壓波的訊號會上上下下嘛 對不對 因為有收縮跟疏傷這兩種狀態 但是呢 除了在心臟的跳動會影響到我們的動脈壓力以外呢 因為現在量側的位置在大動脈裡面 所以你呼吸的狀態 吸氣 吐氣 其實也會影響到胸腔內部的血管壓力 OK 舉個例子來說 吸氣來講的時候呢 你今天是要把氣體吸進來對不對 所以你是努力把你的胸腔擴大 所以這個時候的壓力是比較低的 這樣外面的氣體才會進來 吐氣的時候呢 你是想要把氣體擠出去 所以你是把你的胸腔給擠壓起來 這樣裡面壓力比較大 你才會把氣吐出來嘛 對不對 所以壓力會變化 那這個壓力的變化 就會影響到血管壓力的變化 有沒有呢 各位看一下 你把所有的波峰都連起來 你會看到一個上上下下的起伏 所有的波骨連起來 你也會看到一個上上下下的起伏 對不對 他們的周期大概是多少呢 大概是呼吸頻率的六倍到七倍之類的 因為你看這兩個波峰之間間隔了六個波 六個因為心跳而引起的正旋波 Roughly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剛剛說 心跳的頻率約略推測出來大概是2Hz到2.4Hz 你現在除以6的話 Roughly 0.5或是0.4或是0.3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的呼吸的頻率 約略是我們呼吸的頻率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對應在什麼地方 它對應大概就是在m 小m等於2的地方 這是小m等於1小m等於2 OK 所以這個peak 約略都對應在那個位置 所以一切跟我們在時域上的推算 其實是非常接近的 因為delta f等於0.2 m等於2的時候 你的frequency component 對應到是0.4Hz 除此以外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其實縱軸沒有辦法顯示出來的value 是在m等於0的時候 也就是它的dc component 這個非常的合理 因為可以看到 這個基本上不是一個ac的訊號而已 它是一個有很強的dc值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的平均值 Roughly約略是在50mm這個部分 所以它的dc value還蠻強的 所以它會遠大於這些低頻的頻譜 所以在這個地方 為了要能夠足以去顯示 這幾個不同的變化的peak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dc的turn 給犧牲掉了 OK 也就是說它的value其實 比這個3000還要多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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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OK 再來 右邊還有一個secondharmonic 跟thirdharmonic 這是什麼呢 這是我們在心跳跳動的時候 特有的狀況 就是雖然它會有大致上的規律 但是不會百分之百一樣 它會有時候快一點點 有時候慢一點點 波形會有時候會差異一些些 這些差異就會造成harmonic的成分 背頻的成分 或是斜坡的這個成分 通常來講你的跳動 每一個週期的跳動之間 差異越大的話 你的harmonic的成分會越高 OK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harmonic的energy 大致上去評估 你現在的呼吸的這個頻率 或者是血壓波變化的頻率 是不是平順 有類似像這樣子的感覺 OK 它也可以幫助我們來去定義 或者是來去更深入的了解 這個血壓波的一個特性 所以在頻譜上面 除了我們之前講的濾波以外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 可以玩 可以去進一步的做計算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descript-free transform的example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請注意一下 這雖然只是一個投影片兩張圖而已 可是我們花蠻多時間在講這個 因為它其實背後有很多的故事 所以希望各位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回去弄通一下這一點 那這頁有一個很重要的message 就告訴了各位就是 在頻譜上面的這個delta f 大概就是我們說的兩個點的間隔 也就是頻譜的解析 最高的解析度 這個大概會被什麼東西來控制呢 會被我們的取樣的時間長度來控制 OK 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換句話說 你如果要右邊的這個頻譜解析度 更好一點的話 你可以怎麼做 就是增長你的取樣時間 舉一個例子來說 如果你取樣時間 從五秒鐘延伸變成原本的兩倍 十秒鐘的時候 你可以記錄下來的最慢的正旋波 它的周期就會是十秒鐘 也就是delta f 十分之一變成0.1Hz OK 所以你就會去改變它的頻譜解析度 所以這一點的話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說解析度有時間的解析度 也有頻譜上的解析度 時間上的解析度的話 就由你的取樣時間來控制 取樣時間間隔越短 那個時間解析度越高 取樣時距拉的越長 你的頻譜解析度就會越高 OK 換句話說 你可以利用這個取樣的間隔以及寬度 來控制你今天的頻譜的特性 OK 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了非常多的取樣 因為難免 這個要講Free Transpone就會提到一些 所以我們現在真的來 實際上來看一下取樣的過程 到底是 對於訊號造成了怎麼樣子的改變 OK 那取樣我想各位應該都很熟悉才對 它基本上就是對於時間的訊號 在時間軸上面做離散化的動作 OK 把它變成是一個Discrete Coordination OK 原本的話 T的話是隨時每一個地方 它都有一個對應值嘛 對不對 現在它就規定了只有在取樣長度 取樣間隔的整數倍的地方 OK 也就是這個地方 符合T等於N倍的TS TS的話就是我們Sampling Time 或Sampling Interval 取樣間隔的地方 只有在他們整數倍的地方 你才能夠有指來記錄下來 這樣子的做法 可以讓它在時間上面做一個離散的動作 OK 也就是準備被我們的數位系統給記錄下來 可是問題 很明顯的這個動作 我們把它叫Sampling 取樣 取樣這個動作 取樣完的結果 跟原本的訊號其實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原本是一個Continuous Signal 現在你取樣完以後是一個Discrete Signal 那他們在Spectrum上面有什麼不一樣嗎 你到底對它做了什麼事情 它的效果是什麼呢 我們就會 數位系統 因為大概花一兩節課時間來講這件事情嘛 對不對 那簡而言之呢 它的效果是什麼呢 就是 你在取樣的同時呢 其實你在頻譜上面做的是複製的動作 Copy and Paste Copy原本的頻譜 Paste在哪邊呢 在取樣頻率的整數倍的地方 重新去複製它 這個複製完的東西呢 就是我們取樣過後的一個頻譜 OK 所以當你取樣頻率越高的時候呢 其實你是在越遠的地方去複製這些頻譜 OK 取樣頻率越近的時候 越低的時候呢 你就是在比較靠近的位置去複製這些頻譜 所以我們說呢 今天雖然訊號不一樣了 變成是離散的訊號嘛 對不對 但是在訊號系統裡面一定教過各位 只要透過完美的低通濾波器 低通濾波器是什麼 就是只有擷取低頻的部分嘛 高頻的地方我全部都砍掉 所以只要通過完整的一個 完美的一個低通濾波器 你依舊可以還原原本的訊號 百分之百還原 OK 當然啦 那個是理想上的做法 實際上是怎麼樣 我們有機會再聊 不過這是理想上的做法 是可以可行的 數學上是可行的 OK 但是呢 這個可以完美的恢復的這一個的條件 有一個前提啊 前提是什麼呢 是你在取樣的時候 這些複製的位置要拉得夠開 什麼意思呢 如果說你拉得不夠開 讓它太靠近 以至於低頻和高頻的地方 彼此重疊在一起的時候 只要它們交疊了混在一起了 那訊號的分離就沒有辦法成真了 你就沒有辦法完成訊號的分離了 這個現象我們就把它叫做aliasing aliasing的話就是有點像交疊失真 或重疊失真 這樣子的意思 那以上都是用非常白話的這個敘述來講 現在我們仔細來看一下 它在訊號上面造成的影響力 是什麼樣子的 OK 通常來講 我們在sampling過程呢 它會用這樣子的一個圖示來表示 左邊進來是一個連續訊號 右邊出去呢 其實是一個取樣過後的訊號 那這個p呢 代表的是一個pulse chain 為什麼呢 它就長得像是這樣子 是由很多的delta function組成的 delta function呢 我為什麼說很多 因為它其實在不同的時間點上面都取樣嘛 對不對 這每一個箭頭就代表一次的取樣 所以你把這兩個訊號 這個是原始的訊號 這個是原始的訊號 這個是取樣所代表的這個p of t這個訊號 你把這兩個乘在一起以後呢 就等同於你只有在這個箭頭出現的地方的位置呢 去留下去保留x of t的強度 其他的地方呢 它通通都是0 OK 所以下面這一個函數圖形 就是取樣過後的一個效果 的一個結果嘛 對不對 那這個在實域上的表現 大家都非常能夠理解 只是它在平譜上的作用是什麼呢 這時候我們就要借助一下 Fluid transform的這個特性 來幫助我們了解一下 首先呢 我們假設 這一個x of t 根據它 去對它做Fluid transform 得到的平譜長得像這個樣子 那當然啦 其實不是每一次平譜都長得像三角形 只是我們好像很喜歡把例子畫成三角形 可是不是齁 那個平譜的形狀可以是任意的形狀 就是跟你現在的訊號有關係 只是我們為了畫簡 簡化起見 就把它畫成一個三角形 那通常來講呢 這個三角形 不管是什麼形狀 它都會是對稱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之前說過 我們在訊號系統裡面處理的訊號 多半是時速訊號 當x of t 是real number的時候呢 它的spectrum x of omega 通常會具有 負數功課對稱的特性 所以你取了絕對值之後呢 你看起來就是 相對於原點來講 它是一個對稱結構的一個函數 好啦 所以這個東西Fluid transform是這一個 來 那我怎麼知道 去乘了p of t之後呢 最後的這一個 最後這個時間的訊號 離散的discrete signal 它的spectrum是怎麼樣的特性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一步度分解 這個是一個pulse train 對不對 那pulse train的fluid transform是什麼 我們說這一個圖是這邊乘以這邊得來的 那所以我如果要知道 這一個的fluid transform是什麼的話 那我是不是可以各自去知道 它們的頻譜 然後呢 再把它做convolution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在fluid transform 的特性裡面有講過 如果你在一個domain裡面做乘法 在另外一個domain裡面 你做的就是convolution operation convolution的計算 所以我現在要做的事情 是這件事情 但是為了要做這個事情的前提 我必須把它的fluid transform找出來 其實很簡單 一個pulse train的fluid transform 也是pulse train 我們在這個地方就不詳細講 不過你可以相信我 就是這兩個彼此之間 它們就是一個fluid transform的一個 對稱的一個函數 只是呢 它們的時間間隔 會有一些關係式 在這個地方的時間間隔的話 是我們的取樣頻率 大寫的t 或是t sub s 對不對 sampling time 這個地方的取樣間隔 就會是sampling time的導數 我們也可以把它叫做sampling frequency 取樣頻率 好 OK 那我們說這個訊號是這兩個相乘 所以我現在想要得到的結果 應該是這一個x of t的spectrum 跟pulse train的spectrum 做convolution的結果 你把這兩個做convolution 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其實你有去乘你就知道了 convolution雖然是一個積分式子 但是我們說 我們最喜歡看到delta function 為什麼 因為只有delta等於1的時候 那個value才會留下來 所以他等同於把這個三角形的wave 去跟每一個箭頭做成法 然後把它保留下來而已 OK 所以最後會變成什麼呢 在每一個有箭頭的地方 有delta function的地方 都出現了一個三角形的頻譜 也就是都出現一個f of t 所代表的頻譜 OK 在這個case裡面 他告訴你就是 如果我今天取樣的距離 拉得夠開的話 也就是他的寬度 大於三角形的底部的這個長度的話 那三角形就不會疊在一起嘛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就可以使用一個 ideal low pass filter 我們說ideal low pass filter 是什麼呢 就是在這一個範圍之內 它對應等於其他的地方 都砍掉的狀況之下 沉下去之後 你就可以把原本的這個 low pass 那個這個 基頻的這個訊號 給保留下來了 就可以還原到原本的訊號 對不對 但是萬一 如果今天的sampling frequency 太低了 sampling frequency 帶低的意思就是 這個地方的sampling time 間隔比較長 對不對 所以呢 這邊間隔長 變成這邊的間隔就會短 在比較短的狀況之下呢 下面這個圖就有可能會發生 OK 也就是說 sampling frequency 比一個三角形的底部 還要窄的時候 三角形本身就會疊在一起 OK 疊在一起呢 訊號 高低頻的訊號會混合在一起 你就分不開來了 所以這個訊號就會造成 這個這個現象就會造成訊號的失聲 OK 我們就把它叫做 那個alicine artifact 類似像這樣子的東西 好 那更具體的描述來說 所以我們其實 很簡單 我們可以對我們的取樣頻率 去做一個定義 OK 它必須要滿足夠高的狀況之下 才不會有alicine的現象產生嘛 對不對 高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剛剛說 要比三角形的底部這個長度還要高嘛 對不對 那三角形的底部的長度是多少 我們剛剛說這是一個對稱的結構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呢 三角形的頂點在這個地方 是對應到的是頻率的最大值 Omega M 或是Omega Max的話 那三角形底部的寬度就會是 Omega Max的兩倍 因為對稱 OK 所以 就回到我們剛剛說的這一個條件 當你的取樣頻率 大於或等於兩倍的最高頻率的時候 訊號本身的最高頻率的時候 你想要取樣的這個訊號 它所對應的最高頻率的兩倍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三角形就不會交疊 不會交疊 就不會有失真的狀況 我們把這個quiterial 把這個condition 把它叫做3.0 取樣定 所以你的取樣定理的意思就是 你的取樣頻率要夠高 高多高呢 超過兩倍的最大頻率的時候 你才能夠完整的保留 你想要取樣的訊號 OK 這個定理非常的重要 請各位一定要記得